好 那各位你的畫面我先借用一下 有沒有廣播 好 那您看一下這裡 前一張有我的聯絡資料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透過那邊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其實我們要做影片 比較標準的 應該是像這樣子 就是你先準備好的軟硬體的 對不對 軟體該買的要買 然後硬體設備 現在比較方便的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因為手機太方便了 所以很多人 現在連筆記也都懶得用寫了 對不對 看到 到處拍 拍到真的有點可怕 但是說真的 其實用筆記 真的記憶是比較強的 因為現在拍照太慢 你只記得咖啥而已 但是都不記得內容 那回去看才有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那再來就是 因為標準的我們一定會先找什麼 找一些影片 照片 因為影片裡面會有什麼素材 有影片有照片對不對 還有什麼 音樂音效 就是我們講的旁白 或者是背景音樂 這幾個是基本的元素 那你找到之後呢 有可能會需要做一件事情 素材的轉檔 比如說 你有這樣你有文字好的 那我們可能需要字幕 就要把它轉換一下 對不對 第二個 我的影片 你有沒有遇過你朋友傳給你的 影片你打不開的 就電腦上不能打開來看 也有肌肉遇到對不對 那時候要不要轉換 再來我們拍照片比較沒什麼問題 因為拍照片的處理比較快 但是如果你是影片的 有沒有可能有需要做剪接 有啊 可能不小心錄到錯的 或者NG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影片 會有什麼NG鏡頭啊 它就剪接 所以這個是我們前次作業的部分 我們需要怎麼樣 先去處理一下的 我縮小一點 這樣看的比較清楚 這裡 那在這個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那個影片的 影片的那個部分 有沒有這裡 哇 好 像這樣子在這裡 所以DVD在這邊 那我們剛剛講HD 是不是有兩種規格 1080乘這個 然後還有720的就是這樣子 當然現在還有更高的 還有更高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比較重要的是 其實以前的視訊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不同國家規格不同 像我們跟大陸就不一樣 我們採用的是美國的規格 美國規格 所以這邊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這個事你要稍微注意 不過有一個是同一個 就是電影的部分啊 不過老實講 現在電影規格也很多 但原則上比較常見就是 它就是1秒鐘24個 我們有一個單位叫FPS FPS 這個待會再看 最後威力導演這座輸出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問你說你要哪一種規格 明明尺寸都一樣 但是後面這個什麼 速度不一樣 這個叫Fram Per Second 每秒鐘要幾個 我想各位應該都有看過底片吧 有嗎 有嗎 可是好多人沒有點頭 最近我有遇到一個困擾 你知道嗎 因為呢 因為我們現在兩隻羊的 蛤 知道什麼叫兩隻羊的嗎 這樣是不是兩隻羊的 很年輕的那一種有沒有 他們看不懂一個東西 這個 因為有些軟體的存檔是用這個 然後因為我剛上完兒童班嘛 我就問他 小朋友你看不懂這個 有的人說我知道記憶卡 你有沒有空氣 好不好 所以時代不一樣的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回頭一下 來 那就是我們在那個什麼 就是 存檔證他會有那個FPS 就是影片的播放速率 那這個呢 就是好像我們底片一樣 就一格一格的 因為我們動畫是怎麼樣 視覺戰友的關係嘛 對不對 外出播放 那原則上你只要超過10格 1秒鐘超過10格 我們眼睛看起來就會有動態的 因為你會 眼睛會自動幫你產生視覺戰友 那麼 當然10格 還是有點太低啦 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電影的話是1秒鐘24格 像 美龜的話呢 我們就是1秒鐘30格 或是29.97 他有一種有沒有掉格的 29.97 那麼 歐龜的部分呢 就是1秒鐘25格 有沒有 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 原則上啊 反正現在透過網路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用哪一種規格都可以看 不像以前說 電視 用 美龜的 就只能在美龜的那種 機器上面看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呢 我們還要了解一下什麼 比較常見的影片格式 你知道你手機錄起來是什麼格式嗎 或者你的數位相機錄起來是什麼格式 知道嗎 大部分比較常見的 不是AVI 就是MOV 就是MP4 現在手機大部分應該都是MP4最多 但是如果你的是數位相機 有一部很多 是用MOV的 就是 QuickTime的 我們講的 QuickTime的 所以這兩個 這幾個你可以稍微認識一下 那麼下面這邊應該各位遇到的機會比較少 網路上比較常機會用到FLV跟WebM 因為這個是新的HTML5的影片格式 所以有可能 也許如果你是用下載的 有可能會遇到這一種 那FLV 反正現在Flash已經不行了 我們就放棄它吧 就不要再理它了 因為已經不行了 所以了解了幾個 影片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真正的就是 就是拍攝的一個流程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要認真拍的 比如說像一般的像微電影 還是說你要做一些宣傳的 很少說拿起來就錄了 就那個你一定要先想 所以其實前面這個企劃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前面就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嘛 對不對 不好的開始也是失敗的前兆嘛 對不對 OK 所以腳本企劃很重要 不過到這邊的時候 我先問一下 請問大家打字的速度快還滿 我可以調查一下嗎 我很認真的調查一下 你打字有超過一分鐘三十個字的 哇 厲害厲害 厲害厲害 但是手會累嗎 以前學那個輸入法的時候累不累 像你剛剛有看到 我是用這個的嘛 我想沒什麼嘛 就真的沒有什麼嘛 就打一打就出來了對不對 但是呢 我可以先在這裡暫停一下 我跳一個 跳一個給你好不好 我跳另外一個給你看一下 我跳另外一個給你看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